那个资料,我们上课的讲义的部分的话,就是放在云端白板 反正呢,进度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 顺序嘛,1234,比如说我这个今天的话,从1开始 第1个单元,然后第2个单元 第3个单元,一之类推 OK,所以如果你想要预习的话,反正你就看一下里面其实还蛮多东西的 当然呢,上面东西,这10次上课,然后全部讲完,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们有个进度啦,可能后面有一些地方可能没办法讲到的 那你可以 里面像跟,比如说像资料库,云端之间的做资料的串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不妨也可以自己在 先 预习看看,OK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第2个单元 所以你把这个02基本语法语结果打开之后的话 那我的 相关参考资料就在上面 OK 那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修改一下,像刚刚这个问题 其实你可以 假如说我今天,把这上面的A跟B,它会做修改一下 比如说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会发生,比如说我把 A 改成3的话呢,把它改成用文字 诶,如果我把它改成3 加5 请问 结果 会是正确的吗?第1个 第2个,如果 不正确,如果是正确的话,那结果会是 是 印出什么结果出来呢? 诶,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有时候考试就会考 类似像这样,让你去乱乱看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结果会不会是正确的 就是print的结果,会不会发生 像type-l之类的错误发生 OK 如果不知道,没关系 论论论看就知道了 OK 理论上,你可以发现 如果 3加 所以,你会发现 3加 3加5的话 对,没错 它就变什么? 35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执行之后,你会发现 它不会发生错误 可是它的结果会 刚好跟我们预期的 有一个差距 怎变35 3加5就变35 因为它是文字 文字串在一起就对了 所以它叫自串 其实这翻译也没什么 做自串 串串串串串串在一起 就变成 一串的文字了 OK 所以 一般我们可以理解的文字 但实际上它 电脑里面的 运作 就是一个 就是串 在一起的这个概念 好,那所以 如果说你希望结果是正确的话 那该怎么做 这边是哦 那你应该怎么样 把这个A 外面包一个什么 转型的 函数 就是把3 转换成INT 刮扶起来 这样的话呢,它就变成3 有双以后 转换成没有 就变3了 OK,数字了 然后呢,后面的这个B的话,一样加一个INT 有没有 然后这样输出的话,结果会不会是正确,或是我们要的,执行给各位看一下,你会发现 加总就是8了 所以有没有发现 这个概念其实不是说只有Python会同样 出问题 其实Esser里面有发现,很多人也是 搞不清楚 在Esser里面有发现 其实你们可以注意看靠左对齐,靠右对齐,如果靠左对齐的都是文字 靠右对齐都是 数字 OK,所以如果你假设靠左对齐的,然后你拿来计算 结果不正确 那其实是同样的 道理啦 OK 在Esser里面也会需要转型 OK 像如果你要把什么,把那个 文字转数字这边叫INT 可是如果你用Excel的函数要哪个函数 如果你用INT有没有 INT 说计算,它是捨去小数点 所以是有里面哪一个函数是可以把文字转换为数字 对,就Value 所以你用Value的话呢 就其实是做这个效果 是相通的啦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相通的啦 OK,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如果把这边改成3.2 3.2的话呢,应该加在一起,应该是吧 8.2 可是如果你现在执行会怎么样 诶 执行结果 它会出错 错什么 它这边 Value L OK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 A里面的东西 它是一个浮点 小数点 可是呢,你现在转换的时候呢 你却 丢到一个 整数的 这个形态里面 所以它会发生错误 那怎么办 特别注意喔,如果你在这3.2 那如果你要转换的话 请你把这边改成什么 Floze 这个很重要 Floze OK 如果你把它改成Floze 那再相加之后 Print出来 看一下结果 这个时候的话 加总的结果 那就会 是我们预期的 OK 所以 基本上 其实最重要的 变数大概就这三种 为主 那至于就是说 我在那个云端上面 有给各位 看其他还有像什么 Booling Booling这个很少用 因为Booling干脆 你用INT也可以 INT其实0或1 0的话就是False False就是关 那1的话就True 所以其实 我Booling现在几乎没用到 因为用0跟1来代替 就OK了 其他还有什么 INT就整数 Floze就是浮点 还有String 当然除了这四种 其实这三种 我去简化一下 之外的话呢 后面还有其他的形态 不过我们慢慢来 之后的话如果还要增加 我们慢慢再 把一些形态再加上去 所以这个地方跟各位讲一下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 一个方言叫做Type 这个Type的话 如果把它刮起来就是说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变数里面是什么形态的话 那它会帮你print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A里面的形态print出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把这一行我加在这个底下 OK 如果我加在这里的话 把它print 你会发现会多一个叙述 这边会多 除了加种结果之外 它会告诉我说 A里面的形态 是一个什么了 一个String 就是一个 字串 OK 那 除非说你把 假设如果你今天把这个 把它 拿掉的话 那当然它这个Type 变更了嘛 它变 所以如果你假设 不过这个 这个程式 在这边 这个其实flow 如果把它变更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它显示出来 那就是flow车 如果你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 这个 B前后算要拿掉 那print出来的话 那就int OK 那从这个地方可以判断什么 如果你的形态 假设一直起来卡住 不知道为什么哪里出错 没关系 你可以把那个变数里面的形态 先print出来看看 是不是 有什么地方出错 那你在做判断 这个也是 一个 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他的话大概就 是这种形 除了刚刚讲这三种重要形态之外 未来还会多一种 就是 如果你的资料 不止一个 可能你有很多个资料 但如果你要塞到一个变数放不下的话 那怎么办 你可以用中瓜糊 里面可以放很多个资料 这个形态的话叫list List List List的话 其实 一般书里面翻译叫串列 不过其实我是觉得 它应该就是一个清单 所谓的清单 其实你可以用Excel来理解 Excel每一栏不就一个清单吗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放很多资料的话 那就可以用所谓的list 来做处理 不过目前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因为我们可能会比较后面的地方 会用到list 外面就包一个中瓜糊 那这个形态其实跟那个 如果你有学过其他语言 的话 所谓的什么 阵列 英文叫array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是 如果你是其他语言是阵列的话 你假设里面放的资料 一定要是同一个形态 比如说里面都是放数字 你就全部都只能放数字 文字的话全部都只能放文字 要统一 一个array里面只能有一种形态 但是 Python的list不一样 它可以 每个资料是可以允许放不同形态的 这点其实跟Excel还蛮像 Excel你随便key 你可以数字他就变数字 你key文字他就变文字 你key日期他就变日期 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也比较符合 我们未来在处理大数据分析 时候 比较可以match的 但如果他固定就这样 完蛋 如果我里面其中有一个资料 刚好就是不同形态 那我直接给他丢进去 那就挂掉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那形态的转换 这个地方跟各位 讲一下 那 再来的话就有关脱异次元 这个我想我们 等下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 试着把刚刚的这个部分做一个变化 画面先 刚刚没切 试一下这个部分 zob 再来 这里 啊 又 你 在这 还是 呢